腾讯体育10月23日训,NBA常规赛,勇士主场以123比103黄胜太阳,杜兰特出战26分钟,17投球中贡献,了22分次篮板和三次助攻,生涯总得本突破了21000分大关, 20分大胜,勇士对太阳16连胜,互利29加8转20加14杜兰特生涯得分,突破21000分在本场比赛之前,杜兰特在常规赛中一共得到了20998分,只要再得2分,他就能达成生涯21000分的里程碑,显然,杜兰特不想让这一刻迟到太久,首截还剩8分37秒,勇士打出了一个成功的赛, 库里抢断,马上发动反击,格林持球推进,杜兰特已经从另一侧快下,太阳作为一支年轻的球队,对勇士的快速反击准备不足,格林将球抛向空中,杜兰特先领神会,腾空而起,将球重重扣住网中,完成了一个漂亮的空间配合, 在得到这2分后,杜兰特生雅总得分来到了21000分,成为NBA是上帝在15位完成这一成就的球员,在历史得分榜上,杜兰特之后要超越的目标是76任命 索哈尔格里尔21586分和凯尔特人传奇拉里博得21791分,跟达成里程碑一样轻松的是,杜兰特顺利帮助勇士战胜了太阳,勇士昨天客场1918比100赋予绝金,遭遇赛技首半,本场虽然是被靠背作战,但勇士回到主场面对太阳, 还是展现了未免,广军的强大实力,在半场结束前,杜兰特就给年轻人上了一课,当时刺激还剩37.6秒,不可上来打中,勇士快速发球,给到了杜兰特的手中,杜兰特运球一路推进,太阳竟然没有球员上来逼防,杜兰特来到三分线外,一个变向运球,就支撒内线,此时杜兰特身边围着5个太阳球员, 但他们都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干扰动作,杜兰特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完成了一个单手劈扣,这个球固然能看出杜兰特超强的个人能力,他这么高的个子,但从后场运球推进到变向突破的到单手劈扣,整套动作一气呵成,也就用了6秒的时间,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,太阳的防守实在不敢恭威,太过松散, 没有给杜兰特任何的防守压力,这场比赛,勇士早早却利用了巨大的优势,杜兰特打得非常放松,就打了26分钟,看一下22分, 比赛中还出现了有趣的一幕,半场还剩5分40秒,艾顿被吹防守3秒,杜兰特走向罚球线准备罚球,结果看到汤普森也走了过来,杜兰特大度的让出了罚球机会,扭头就走回后场, 毕竟对于生涯得分超过两万一千分的杜兰特而言,他不差这一分,祥安。